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会为名喉舌监督市政而已 这一届的市议员在运动比赛方面的实力 更是卧虎藏龙 特别是最近在嘉义县议会举办的 全国议长杯桌球锦标赛中 由市议员莲恩典 曾继炎 洪森勇 陈怡 吕美玲 郑文婷 郭美秀 以及吴华家八个人组队联手拿下 议员团体组冠军 个人赛方面则是由市议员曾继炎 勇夺议员单打冠军 并且搭档市议员莲恩典 继续拿下议员双打冠军等三项第一名 用精湛的桌球技术 大杀四方英雄英词高手 成绩必逆全国各县市议会 也是基隆市议会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也特地献奖给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和副议长杨秀玉 我想在联天议员与政界议员 和我们所有党籍的议员 也非常在一起 一直向我们未来 和我们全国各县市议会对手 说有他们在 大概每年都做的这么负责 我今天打算好歉 因为我们这么做强谈的队伍 接下来四年 那么他们在一块放下 拿下个人组单双打冠军的市议员 曾季妍以及联恩典也特别开心 为个人也为基隆市议会 争取最高荣耀 这次基隆市议会 就能够拿下三个冠军 那首相当劲的力量 以前我们要不一对我们桌球的支持 那也必须我们教我们其他利益 来继续来教导我们 那我想未来的话 因为我身为基隆市座位的主委员 那我想未来的话 建议是这个二万个人的时间 让我们想要再推广我们 基隆市的搜集预告 那会有意义 这个我们这些同仁 还有我们这些教授 联系员都能够起来 是不是能够 我们就只一个社会 那我们可以这个来练习 其实八位市议员从集训到参赛时间 大约只有一个月 能够拿下市议会有史以来 最好的桌球成绩 从职业桌球队退休前来指导的 宏丽文教练功不可没 另外在议员职员组方面 在团体组以及个人赛方面 同样拿下相当优异的成绩 喜上加喜 旧国团基隆市团委会主委 郑锦舟带领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的青年代表 到基隆市政府拜会谢国梁市长 市长也跟青年代表学生们交换意见 仔细聆听年轻人的心声 青年节上赞 赞 画面上是旧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带领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的青年代表 拜会市长谢国梁 中国团基隆市团委会主委郑锦舟 感谢市长谢国梁 特别安排时间与青年代表们见面交流 市长谢国梁也仔细聆听 来自高中和大学的青年代表 对于基隆市政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这个拜会 我总结几句就是 第一我们希望就是基隆市的在交通方面可以更好 那像是公车啊 或者是国道的方面 就是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就是改善 然后再来就是教育的部分 教育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留住 就是在留住更多优秀的青年在我们基隆本地 第三呢就是 我们的观光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以提升观光景点 然后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我们基隆观光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运动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就是室内的场馆 以及我们这个球场可以改善的部分 很开心看到这么多青年朋友的代表 跟我们大家一起稍微聊一下 我们基隆市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虽然我们的青年朋友很年轻 但是其实大家都非常有想法 提出来的也都是我们现在在市政上 要很多努力的地方 有时候真的是很敬佩他们这么年轻 但是对于市政的视野已经很完全 那我们接着会继续努力 那也不要让青年朋友失望 我们会做出更多的改变 因为毕竟大家要看到的是改变 所以我们很期待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好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谢谢这些青年朋友的到来 非常谢谢谢国良 谢市长 对我们金融市救国团的看重 而且对这个青年的筹备委员的重视 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他 这是我们筹备委员是从我们 包括我们的海大 金国 所有的这些女中 所有的高中大专 所选出来的这些优秀青年 所以青年是我们国家之本 我也谢谢我们谢国良 小爱爸爸对青年的重视 今天特别播出时间来接见他们 已经开始有我们筹备委员 而且我们这些年轻的去号召 我们第一次就筹了300多代的鲜血 而且我们有浸滩 还有很多的环保 都有去做 救国团青年节筹备会的青年代表们 推动系列的青年节活动 市长谢国良肯定青年朋友 投入社会服务 也表示会努力做好市政工作 来回应青年朋友的期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立委蔡世英突然宣布 不竞选连任的消息 引起基隆政坛震撼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觉得万席也希望蔡立委 在一年任期内继续为基隆 争取经费 针对立委蔡世英突然宣布 不竞选连任的消息 震惊基隆地方政坛 基隆市长谢国良 在第一时间回应媒体的提问 市长表示 期盼蔡立委在任期内 能继续跟市府合作 争取各项经费 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市府也积极跟蔡委员 合作预算争取的问题 所以他宣布不选 我们感到惋惜 另外可能要特别要拜托他 就是包括基隆捷运在内 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继续的跟他紧密的合作 尤其基隆捷运的预算 会让基隆市的财政 会超出他的整个负担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这边也要多拜托 我们的蔡委员能够协助市府 让基隆市在负担捷运相关的预算 能够降低一点 我想蔡委员未来的任期 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期盼在这方面 跟他有更多的合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立委蔡适应宣布放弃继续连任 国民党六连任 现任基隆市议员何淑平宣布 投入立委选举 全力争取国民党内出现 扩大为基隆市民服务的机会 立委蔡适应宣布放弃 2024继续连任 而早已经在市区各明显地点 挂上看板叙事待发的 国民党六连任 现任基隆市议员何淑平 也宣布投入立委选举 全力争取国民党内出现 扩大为基隆市民服务的机会 可能是民进党这几次选战失利 那蔡委员他可能也有 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或者是民进党有更优秀的同志 他也会出来 想要为基隆市服务 我在这边也是给予他祝福 那淑平这一次 也会出来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出选 也希望新人新气象 能够为基隆市能够争取更多的建设 市议员何淑平进一步表示 立委选战搭配总统大选一起进行 为了国民党 也为了打赢这场胜仗 他将投入国民党内出选 希望新人新气象 以稳健的脚步 寻求地方民众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接到 孝三路商圈的陈勤 希望能够在国门广场跟海洋广场 两个地方增设斑马线 导引人流通过中一路进到商圈 促进在地的经济发展 郑文庭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办理会堪 画面上是中一路旁的国门广场 市议员郑文庭接获孝三路商圈民众的陈勤 希望能在国门广场与海洋广场 增设斑马线 才能将人流导引到商圈 特别跟当地的新店里里长陈又义等人 邀请市府交通处等单位进行会刊 我想海洋广场也好 或者是国门广场也好 假日的时候都可以吸引很多民众 来这边散步逛街 那这个陈勤案件其实主要是 孝三路商圈的店家们的一个陈勤 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人行道 人行穿越道 让这一些行人透过人行穿越道走到对面 也就是进入到孝三路的商圈 让商圈的这一个生意能够越来越好 那我们经过跟交通处会刊之后 他们也同意研议办理 当然这两个路口有相当的一个复杂性 那车流量也非常大 交通处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担忧 说要增设人行穿越道 会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但是经过我们的说明 跟民众的一个解释之后 我们建议交通处在秒数不增加的情况之下 维持一个原本交通的一个顺畅度 那同时也增设人行穿越道 让行人可以从这一个我们的国门广场 还有海洋广场这边走到对面的 这个孝三路的商圈 那进一步来带动商圈的一个商机 那我们要求必须在五月定期会之前 来提出他们研究的一个报告 郑文庭议员强调 期盼市府交通处等单位规划研议 能兼顾交通安全与促进在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来增设斑马线 便利行人大众也促进商圈的活络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阿辉啊 头晶是怎样啊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麽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啊 你是说要花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了好了 我较快来去跟邻居说 能不能像4月10号要开始改建啊 这样会比较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由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市中山区 中华国小推展射箭运动 中华国小射箭队 在各项大小比赛中的成绩 也相当亮丽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 特地牵线逐渐幸福锅物 请射箭队队员们吃火锅 慰绕他们训练和比赛的辛苦 小朋友几乎都是第一次 吃到著名的逐渐火锅 非常开心 感谢张炳钧哥哥的贴心 摆出拉弓射箭姿势 展现持续夺牌的企图心和霸气 开心合照 基隆市中山区中华国小 致力推展射箭运动 中华国小射箭队 在各项大小赛事中的成绩 也相当亮丽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 特地牵线逐渐幸福锅物 请射箭队队员教练以及师长们 一起吃火锅 慰绕他们训练和比赛的辛苦 我们中华国小代表我们基隆市 前往花莲参加我们的青年杯的比赛 也获得相当好的成绩回来 那尤其我们族间 其实是我们基隆起家的幸福企业 那我就跟林凯杰董事长来去联系 那他也觉得说 想要来慰绕这些辛苦 代表基隆比赛的小朋友们 他们的辛苦也得到这个好成绩 所以特别请我来跟中华国小联系 然后也希望来邀请这些选手们 来这边吃竹签火锅 让他们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我们绝对是在为我们的 基隆市的年轻分子 去做一份心理的贡献 因为老板对于我们的 在地的人员培养啊 跟我们的一些青少年的发展 他是非常看重的 那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企业责任 小朋友几乎都是第一次吃到非常著名的竹签幸福火锅 非常开心感谢张炳君议员哥哥的贴心 特别安排今天竹签来用餐 我们真的享受到幸福的滋味 小朋友非常的雀跃跟开心 对于后续他们会再更努力 来争取家机 为基隆争光 非常感谢张艺员用心教育 以及竹签老板企业能够投注于教育 这个部分的爱心 市议员张炳君表示 这群小射箭选手们 未来可能都是国家射箭队的代表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精益求精 未来在各项射箭比赛中都能够拿下好成绩 为是为国争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一名富人2月初时 骑机车搭载一对双胞胎男童 到平溪游玩放天灯 返家途中不幸发生意外身亡 留下就读赌南国小的两个双胞胎 另外同校一对兄妹 父亲突然奏事 家中经济顿失依靠 基隆凤凤凰狮子会发挥爱心 在市议员何淑萍陪同下 前往学校捐赠总计7万多元 希望帮助这两个弱势家庭度过难关 亲自将7万多元的扇款 转交给赌南国小校长 凤凰狮子会师姐妹们 特别来到赌南国小 要来关心两个弱势家庭 可爱的作品中 看得出孩子的天真无邪 李姓双胞胎兄弟 今年二月和妈妈一起骑车到平溪看天灯 回家途中不慎发生意外 妈妈伤重不治 而同校另一个家庭周氏兄妹 爸爸年初突然皱视 家庭的经济顿时失去依靠 一对是双胞胎 那因为妈妈在平溪参观天灯活动的时候 因为意外然后皱视这样子 那因为这两个小朋友是特殊生 一个有中度自闭症 另外一个是轻度自闭症的孩子 那目前就是因为妈妈是主要照顾者 那因为现在是妈妈忽然 因为意外过世之后 然后现在就是爸爸这边 就是独立的补养这样子 那我们另外一个家庭 是低收入户的原住民小朋友 那因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是 原本是爸爸 那爸爸因为过年的时候 因为之前爸爸在工地工作的时候 从婴家上摔下来 然后就在家里休养 然后过年的时候 在过年期间 不晓得因为怎么样原因 然后就是在睡梦中过世 然后现在就是生妈妈 那妈妈就是要独立补养三个小孩 那其中哥哥是国中 那另外在我们学校的是 五年级的哥哥跟二年级的妹妹 那因为妈妈平常就是打零工 所以在维持家里的生计 那现在其实原住民低收入户这家 也是蛮需要社会上所有资源在援助 两个家庭急需社会的帮忙 就用凤凰师子会在前会长 袁秀军 徐立林及何俗平的号召下 短短几天内 大家小额捐款 总计募集到七万多元 立即送到学校 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接获赌南国小 连斯文老师就跟我们师子会有提到说学校有两个需要帮忙的家庭 那连斯文老师也是我们凤凰的师姐 然后就由袁秀军前会长来率先在我们凤凰师子会里面捐款 因为这两个家庭 他一个是原住民的父亲 他是经济的支柱 然后另外一个是双胞胎的兄弟 他的母亲 他们兄弟亲眼目睹 母亲受伤身亡 这两个家庭瞬间失去了经济支柱 所以说凤凰师子会率先由我们会内先发动捐款 然后募集了七万多元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抛砖引语的一个精神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伸出元首 因为小朋友除了在学校的课业的一个费用 还有他们三餐 我希望都需要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伸出元首 来协助他们 因为他们心里有受到一些创伤 也需要一些课后的辅导 这些三星人士的善款 那有一些部分的钱 我们会留在学校里面的那个爱心专户 作为他们的那个学籍注册 部门费或是客户招股等等之类的费用 那一部分我们会那个像那个专款的 例如说是那个请按救助之类的东西 那就会给家庭用 那另外一些三星人士 有指定给他们学习用的 我们就留在爱心专户里面作为实用 校方强调感谢各界和凤凰市指挥的善款 将会专款专用 校方正积极寻求社会资源 帮助两个家庭度过难关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国中小学大队接力比赛 在建德国中热闹登场 挥别疫情各校参赛队伍 上千人争取荣耀 建德国中五轮国中分别取得资格 将代表基隆市参加五月份在台东举办的全国赛 比赛进行中我们第二棒的同学就可以进入脚背后就可以开始抢草道 以班级为主各校挑出的班级代表齐聚健的国中 透过一棒接一棒 不只争取荣耀 更是凝聚班级向心力及认同感 就是很开心能到来到这个比赛 看到大家那么努力在完成自己的棒次 心里就很感动 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尽力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 就很开心这样的经济 感谢各校老师们给予陪伴及指导 能够让孩子们快乐运动 喜欢运动 办理今年度的普及化大队接力 总共有71队 选手有1700人 小学六年级跟国一国二国三 各组的第一名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的比赛 因为整个体育署就推广 除了中等校运动会以外 竞技选手 那整个普及化运动 希望让学生能够获得健康身心向上发展 推广运动普及化 额外增加国小六年级组 我们是暖西国小 我们已经练了一年多了 我觉得这次我们拿到第二名非常开心 国中组将邮件的国中及五轮国中代表 基隆市参加五月份 在台东县举办的全国赛 国小组前六名也都有颁发奖杯 以致鼓励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市警方查气赌博电丸 一口气查获两间电子游异场 涉嫌提供赌客对赌 经过基隆检警收正 警方同步搜索两间电子游异场 总计搜查到八十多万元的赌资 将五位嫌疑人依赌博罪移送法办 大批远警进入电子游异场 当场查获赌博性电丸 赌客将赢得代币 透过业者雇佣的员工 违法兑换现金 警方总计查扣 一百五十二台赌博性游戏台 五十七万元赌金 货报辖区区电子游异场 摆设赌博性游戏机台 赌客将赢得之代币 透过老鼠仔 非法月换现金 专案小组掌握具体试证之后 向基隆地方检察署 及法院申请搜索票及鞠票 十四日动员优势警力 当场查获二十二名赌客 并查扣一百五十二台赌博性机台 赌资新台币五十七万余元 全案一赌博罪 移送基隆地方检察署申办 店家不法行为 令报请市政府裁法及见请撤照 同样打击赌博性电丸 警察局第一分局和经济小组 接获勤资 某店子辖区内的某店子游异场 提供赌客兑换现金 数十名远警前往店内搜索 当场查获三十多万元赌资 警方接获献报指出 位于本市校二路上 某电子游戏场 涉嫌从事赌博行为 经搜证确认属实 检据相关市政 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 警方动员数十名警力 持居搜索票 前往该电子游戏场查信 现场查扣赌博性机台 一百一十四台 赌资新台币三十余万元 及相关证物 全案巡后 依赌博罪移送基隆地检署 申办 基隆警察局全力的打击犯罪 即日前几波扫荡黑帮 近日又针对赌博性电丸 全力扫荡 不让赌博及帮派 影响基隆的治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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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其盘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新一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战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好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有 来请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我们了解一下 先生这边请 可是我只是送卡片而已我怎么了 警察先生我只是追求女生而已 我哪有犯法了 先生你已经涉嫌触犯跟踪骚扰防治法了 后续也会请家房官还有社工人员也助您 这边是你的告诫书 警方在这边严正告诫你 不得再有这些骚扰行为 喜欢一个女生 你应该更尊重她的意愿 你自己应该可以做更好的选择才对 小米小姐您好 这里是大安分学的防治组 目前你的案件我们已经列入密切的关注中 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 请您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高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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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